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稅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来计算所得 课真所得税 房价就不会再被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稅制居住这一新时代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万事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电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全国道庙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及时节盘节目 来到你我相会30分钟的一个时间 Millian台股今天大涨创下波段新高 你还不晓得如何操作 不晓得如何布局的现场的 Coin鑽线线 当然还是开放着 025825266 025825266 再次为你服务30分钟的一个时间 今天大盘事实上当然表现不错了 大涨了100多点 昨天开红盘 大盘开机走高 低档成天买盘相当积极 延续封关前三个交易日 我给你的分析 那封关前这三天都黑街棒 我都要洗盘洗得很成功 还记得吗 当天所给你一个建议 低档都有买盘进驻 三天都是开低走高 所以这种买盘的一个延续性 其实对于筹码的一个流向 如果你可以动足先息 你会知道我在传达什么样的意义 以及给你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封关前这一根中长红很漂亮 这根中长红 伴随了1000多亿的量 我说大脚资金已经进来了 大脚已经进来 他们不会怕 所谓春节期间11天的连续假期 他们敢进来 他们对台股买盘 就不会只有一天 所以呢 封关前三天 打下来都买盘进驻 都开低走高 昨天开红盘也是同样 昨天一开盘跌了109点嘛 很多人说会补跌 补跌是你进场的机会 因为目前的国际盘 它是转折向上的 我昨天已经跟你分析过美国盘嘛 美国的科技股 五天转折向上 美国的一个道琼呢 红K棒出来了 攻击了红K棒出来了 所以美国盘今天晚上的走势 表现应该不错 那至于欧洲盘呢 德国法兰克务指数 昨天是大涨 这低档五天转折是向上 所以当国际盘 已经来到一个往上走高的一个空间 台股昨天的开低盘 当然是你进场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 希望我们对于每天在12 不是12点半 之前是12点半 每天 收盘前1点到1点半 这即时盘中节目所给你大盘分析跟策略 可以帮助到你每天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盘不会太难 不会太难啦 我们给你分析 都有印证 今天台股大涨了 140点吗 8216了 波段新高了 第一点 是不是你上市的机会 我今天同朋友应该看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的一个台股的一个架构 来到波段新高 我希望同朋友你看我的节目 你是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操作结果的 好不好 今天一个资金盘中最高涨到146.5 当然再创下所谓的一个波段高 那整个一个资金昨天在开红盘的同时 我们给你会员的新春第一炮 资金买了昨天可以攻涨停 我们趁着昨天台股早盘跌了107点的过程当中 买这一档电子生计双题材的 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资金做穿带装置PMOLED面板的 跟索安利微创手术的PMOLED面板 跨竹双主轴 基本面OK 昨天形态的表态 现买现空涨停 昨天礼拜一嘛 9.20分资金 领先大盘创高的强势机有股 一百三附近买嘛 当初价位129啊 当初你自己对时对价 129 130 保证一定买得到 这边都有129 130让你买 买了之后 就现买现空涨停 来到135嘛 昨天买进的位置 收盘大概赚半根啦 我们不会跟你胡乱吹嘘 说画个圈圈 买在这边最低点 然后赚一根涨停板 我既然把惠人的讯息拿出来 跟你对时对价 129就是我们买进的位置 买了 是不是拉高 攻涨停 今天资金呢 最高几块钱 最高快攻涨停哦 最高曾经来到146.5哦 懂没有 光是这两天一个价差 超过一根停板啦 只是说 如果你今天才去买 146.5的一个资金嘛 看到它冲高了 今天才去买 你今天会受伤耶 是不是 如果你昨天没有跟我同步 站在买帮 昨天这个发动点 129如果没有买的 你是去买今天146的 诶 比米港湾一股票 你今天去追高短线 你会受伤 你心里会受到冲击 但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不管我今天至今有没有调节 我们是利于不败之地嘛 因为我们昨天就先卡位啦 昨天大盘盘中 早盘一开盘重挫啊 买啊 昨天台股早盘是不是重挫 重挫 买进强势机有股最好是机嘛 所以买在129的资金 昨天给工涨停 今天最高还到146.5 所以整个操作面 我们其实这档 电子生计双底彩的一个资金 早在12月份就跟你分析过 它的后市 当时候12月15号 我买在94啊 是不是 那买完之后它有冲高 冲高之后的回档24号 连续回档修正 你想想跟着低接 如果你想跟着低接的 94.8 当时候的位置都很便宜 我们都已经推荐过这档 强势性机有股 给你赚钱的机会 一档股票 当然是看未来啊 那因为昨天的一个资金形态的表态 让我觉得它还有高点嘛 所以我们昨天卡位 一样赚钱啊 是不是 桃园的杨先生你好 请说 我还在等出了之后 等出了之后 我还在法行 我还在探勤啊 你无限习 每天 每天都有人 几百个买 你无限习因为你 可能有点紧张啦 所以你要问的一个 问题的内容 我听的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等一下 你稍微整理一下私讯 你想问什么股票 那买在什么价位 你可以再整理一下 再打电话进来问我 好不好 那如果你打电话进来问我之后 你那个电视的声音把它关掉 直接听我 话筒的声音啦 否则这样声音有落差会重叠 会干扰到你的一个听觉的感受 直接把电视的声音关掉 直接看画面 听听筒好不好 这也顺便给其他想call in 的一个 托密尔的一个 托密尔的建议啦 那整个一个台股的一个架构 其实不会太难 今天抢抢棍嘛 涨了一百多点 那涨了一百多点的一个情况 托密尔你认为这个盘还会再涨吗 如果还会再涨 那当他这礼拜或许有短暂性的一个修正 那是不是一个买点 就相当重要 不要每次低档 那个可以赚钱的机会你都不敢买 然后涨了一大段的一个个股 你自己才胡乱去追 追高很容易受伤 但是为什么你常常会犯这样的一个毛病 因为在下跌的时候你不敢买嘛 常常大半 一开盘跌了109点 你敢进场买资金吗 常常你如果敢买 今天你就不用去撂了嘛 那不是 昨天资金我还在买啊 买了昨天公共涨停嘛 那不是很漂亮吗 那你就不用去担心说 我今天一百四十几 要不要去追了嘛 昨天跟我买可以赚 今天一样啊继续赚啊 这是我们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嘛 所以 个股 它会走出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其实我们掌握的不是只有基本面 量价筹码形态的一个位置 到底这张股票会涨会跌 其实我这边还蛮辽络值涨的 只是说那个盘中该怎么买 该怎么卖 那个买卖点相当重要 你要同步来掌握 这样会比较安全可靠一点 新竹的廖小姐嘛 嘿老师 你好 老师你好哦 我那个油田38块买 现在跌停怎么办 你油田买在38块钱啊 那油田今天目前是跌停板锁死啊 那这位同名我给你一个建议啦 因为今天大盘指数目前涨100多点 如果你的股票还像油田会跌停板 那就赶快出清 因为今天大盘不是跌100多点 如果你股票出现了这样一个重做现象 代表他可能会有一些利空消息准备出来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 你买在38相对高点嘛 那目前是套牢 该处理就赶快处理 该卖出就赶快停损卖出 不要拖好不好 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建议 相当的一个干净一落 我们在待会员操作 也是同样啦 那个进出涨点的一个位置 相当的一个明确 我们不会给会员盘中讯息说 假如这张股票出现什么状况才买 或假如出现什么样状况才做卖出 因为讲这些分析对你来讲 是一种负担嘛 不明确不果断嘛 我如果给你假设法的语句 你是怎么做高票我问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代进代出的一个讯息 为什么常来跟你做一个相呼应 怎么买的怎么卖的 我们的盘中讯息相当清楚 你来看一下这档异光嘛 1月19号 当时候回撤 对站在买帮啊 你可以买在51 LED族群最占钱的公司啦 要买就买 有贪钱的公司嘛 你当初 不管什么事情啦 不管是股票或是做生意嘛 你会去投资那种赔钱货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们这边所给你的是价钱投资概念的机油股 地雷股投机股你一定看不到 因为我不可能带会员随便去冒风险啦 所以像刚才这位同庙买到油田 买卖相对高点 那现在点点办怎么办 那该停损还是要停损啊 而且要赶快处理 不要拖太久 因为一旦 一档股票 那个卖点你拖了太久 接下来你会放弃 放弃之后的结果就是你满手都套了股票啊 这是很多投资有一个毛病啦 买卖买股票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档异光 1月19号来到51嘛 可以站在买方啊 LED族群最专情的公司就是1啊 20号 黑街棒啊 再度起盘51.3还是可以买啊 所以你看到联系取盘3天给异光 22号我说49可以买 49可以买啊 这是我们在盘中给予会的讯息啊 这个时间价位我都给你对时对价过了 那为什么要买它 连续洗盘3天会上涨 所以49以下买进 买进的原因跟价位很清楚 你照着讯息去挂价 49保证一定成交 因为当时价格在48.95嘛 所以我们的讯息相当明确 49逢低买 买了之后 涨了19%嘛 什么时候做停利 我在封关那天2月3号 56卖出 因为它走弱了嘛 所以55.7卖出 那可以卖在56 因为当时价位在56嘛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时对价过啦 所以你看到我怎么买的 怎么卖的 相当的清楚 非常的干净利落啊 49买 56卖嘛 这样一买一卖 创造十几%的利润嘛 这是我们一个动作啊 是不是 所以一光封关那天 走弱我就先卖一下 这一天卖嘛 那卖完之后 昨天开放盘它有下来 那我会给你预告 如果今天礼拜二再跌 我就会接回 那今天的一光 它有没有跌下来 目前是没有跌啊 目前还涨耶 所以今天的一光 一光 我就忍住了 因为它涨上来 我就没有兴趣啦 因为我们要给惠人是一个低风险 低成本的进场位置嘛 昨天我给你预告 如果它今天再跌 我也接回嘛 那结果今天一光没有跌啊 那没有跌 那我就再等一下嘛 因为有时候好的买点 是需要等待的 是需要符合那个时间波的波动 你下去做承接 比较有胜算 这是我看法跟操作 台中张先生吗 张先生 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有买那个 F帽连 哦 是 是 然后 有赚钱吧 现在是小赚 小赚哦 我想是可以续报 我想填利的 哦 现在是小赚哦 对 你是今天买的吗 前天 前天买哦 那也不错啦 赚了5%多了 对了 好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如果他有来到170附近 就往上做减码 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好 因为既然你有赚钱 差四块 好 今天最高168啦 哦 那如果你张数多的话 其实可以往上做调节 是是是 因为我的高票 你有贪钱要知道的买 不要到时候有赚钱 下来又变成 没赚钱 那就相当可惜 这是我给你一个操作经理 170以上的帽连 贸易压会比较沉重啦 所以我这样给你敬意 好不好 好 OK 有问题再打电话进来 所以 今天 好 所以今天那个台股表现不错 大涨了152点了 相当可圈可点了 多方盘是一个架构 其实在昨天 股王大力光我就跟你分析过啦 昨天大力光 他率先翻红 昨天盘中的大力光 把台股带到平盘附近 今天大力光 你自己看嘛 是不是大涨 股王的走势跟大盘有没有联动性 你自己去比较嘛 对 大力光今天来到波段新高嘛 那台股呢 也来到波段新高啊 正相关嘛 所以股王既然 在苹果不断的出现 所谓业绩财报利空 他跌不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盘 在封关前 以及昨天你开 红盘的一个低档 我都告诉你 逢低买进啊 因为大脚之金有进来啊 大脚有在里面啊 这我在封关前所给你的筹码分析啊 你应该还记得嘛 所以既然 大脚之金来到台湾股市 他对台股的买盘 就不会只有买一天嘛 对台股的一个走势 大盘的看法 也不是只有短线的看法嘛 所以 接下来 同样 如果你之前都没有买的 对吧 之前啦 我跟你说有大脚的啊 下来洗盘很漂亮啊 逢低要买 你都没有买的 没有关系 你当然还有机会啊 因为各股的走势 跟台股的动向 不会同步嘛 不过你们大家股票都跟大盘同样嘛 所以你还是要买强不买弱 需要帮忙的地方 等一下 再接听你们的口音电话 休息一下 再回到前面一个现场 好 欧童 请用五分猪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好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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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下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连达头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如果还有任何止股上的问题 不管你做多或是做空 有疑问的地方 现场的COIN鑽线当然是开放者 0255825266 0255825266 再次为你服务 大概剩不到10分钟的时间 把握一下收盘前 清隆老师跟你沟通的机会 大盘今天涨153点 这在之前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就跟你预告了 这盘一定会去的啦 因为大股的里面 这根中长龙大猎 大股的呢 大脚资金的一个投入台股 不会只有买一天 他们对台股指数的概念 也不是只有做短线 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所以封关前三天都是黑街棒 他在洗盘 这三天都是开梯走高 我说很漂亮 洗得很漂亮 昨天再洗一遍 昨天台股 早盘跌了109点 那真的是绝佳的买点 好 我们的分析相当的肯定 不会跟你摩尼两可啦 不会跟你左散右散 对 见涨缩涨 间谍缩跌 那没效嘛 对 一脉相成的一个筹码分析 所带给会议的 是很安稳一个操作 所以今天台股呢 来到破断新高吗 合理啊 不然人家花了一千多亿 拉出这边跟踪场 要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要赚钱啊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那个进出的依据相当清楚 这一趟生计股的事情 这三趟都赚钱 这一趟赚65块钱 这一趟赚87块钱 那第三趟赚最少 但是这个卖点特别的重要 12月21号 事情 当做最高还有267可以卖 我提醒你要卖 我提醒你要卖 因为你不跟着卖 它接下来会经过一大段的修正 所以 其实我在做节目 也不是只有照顾我们的会员 对于电视机的观众 你喜欢追我的股票的投票 我给你很好的一个卖点 12月21号的事情 267 我如果不告诉你 不管电视机观众 我自己卖掉就好了 我不必在电视当中告诉你 我如果带会出场的嘛 是不是 所以21号的一个事情 267提醒你要卖 因为你不卖 接下来跌到198 差了快70块钱 这个好心的一个提醒 对于很多的观众 给予我的 当然不是只有说谢谢而已啦 那很多是陆陆续 去来参加我们的会员的嘛 所以整个一个卖点 真的很重要嘛 如果同样 你都会卖股票 不管是赚钱停利 还是赔钱停损 你在这个台湾跟股市 的一个市场里面 不容易产生一个重伤害的 一个操作效果 结果啦 你不会受重症啦 因为你知道要走嘛 不管贪钱要了钱嘛 那问题是 很多同样都不可以走嘛 贪钱不能走 那变了钱 就不可以走嘛 是不是 了解的 不管停损 更不愿走啊 所以满手 为什么都套了股票 为什么都变成弱势的股票 这是很多输家的毛病啊 不会卖股票 所以你看到我们一个出场点 自请267提醒你要拜 你不卖 你怎么有低点 做接回的动作 股价便宜的快70块钱 我们买进加码在工厂亭 多头母子孕育线出来了 1月13号 210 接回啊 接回之后 当天冲上去 215 直接在加码 就工涨停的啊 所以你看到 高点要会卖 卖了低点 你所接回的账数更多嘛 还比较漂亮 会严重套牢吗 不然台湾股市 大盘指数是涨还是跌 你会严重套牢吗 所以你要选择一位 会真正带你卖股票的分析师 好不好 所以高点有卖 210接回 冲上去 到234 24块钱的价差 不错耶 我会提醒你 234不要短线 不要去追喔 因为 之前我210接回 我就告诉你 先做价差 再做坡端 所以 买个十张花 你210万 你可以 賺24万左右耶 那也是不错啊 所以该提醒你 还是有提醒你喔 所以 234 不要去追 可以减码 打下1月20号 212啊 把握低接啦 我既然210有接过 这边有20几块钱价差 那来到212 我怎么告诉你 低接 低风险的一个操作 你有沒有看到我分析 跟那个 每天在分析掌停板的一个 股票的老师 不太一样 什么是低进高出 你有沒有看出门道 不要每天都喜欢去凑热闹 好不好 所以整个事情 这根长黑打下来 谁会分析这样的股票 告诉你要低接 212要低接 结果呢 涨到多少 236 10张 210万的成本 又赚了20几万 两趟 各花你200多万 累积的报酬率超过40万 那来到236 我也告诉过你 不要去追 可以减码 这个VCR 我在盘路的节目 都给你放过了 我相信你听得很清楚 只是说 你会不会卖 是不是 所以呢 两趟 40几块钱嘛 买个10张 40几万耶 好不好 你可以参加我特会 你也可以参加我尊龙会员等级耶 是不是 所以整个事情 接下来 高点要会减码不要去追 中线该怎么操作 逢完那一天 2月3号 来到22亿嘛 注意转折买点 跌下来 我才会告诉你要注意买点 我不会涨上去告诉你去注意买点嘛 叫你去追高 就像今天一个资金 短线你去追高你就套了嘛 对 你今天如果去追145以上的 你马上被套啊 但你昨天跟我买在129的 你今天继续赚啊 不管我今天有没有调节 你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嘛 所以整个事情 当它回档修正 5天之后 目前是转折向上 所以目前的一个事情的低档 相当有限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操作这档 移仗来星耀 它的一个未来股价走势 所带给你报酬率 希望你 等一下广告中的资讯转线 好好跟我们现在自己联系跟洽谈 因为沁楼老师 不仅会带你进 更会带你出 明天见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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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答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初夏专线 零二278101909 278101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